下雨的时候 戴眼镜 很不方便。 你好 这里是Chinese Forest Level 3 终极汉语2 我是莉莉老师。 现在我们一起看看第三课的生词。 帽子 帽子 顶 顶 眼镜 眼镜 腹 腹 带 带 手套 手套 双 双 套 套 鞋 鞋子 鞋 鞋子 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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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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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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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帽子的量词。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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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 顶 顶 帽子 零 是 红色的。 你 狡猶 你的帽子上有一隻鸟。 你的帽子上有一只鸟。 你的帽子上有一只鸟。 这顶帽子是给他的礼物吗? 这顶帽子是给他的礼物吗? 眼镜 眼镜 负 负 负是眼镜的量词。 一副眼镜 我的眼镜坏了,跟我去买一副新的吧。 我的眼镜坏了,跟我去买一副新的吧。 洗手间里有一副眼镜是谁的? 洗手间里有一副眼镜是谁的? 带 带是动词。 我们以前学过穿。 穿和戴都是英文的to wear or to put on。 但是穿 is for clothes in general, 带 is for accessories in general。 戴帽子 戴眼镜 戴眼镜。 下雨的时候戴眼镜很不方便。 下雨的时候戴眼镜很不方便。 这副眼镜太大了,我戴着不好看。 这副眼镜太大了,我戴着不好看。 早上没时间做头发的时候,我习惯戴一顶帽子出去。 早上没时间做头发的时候,我习惯戴一顶帽子出去。 手套 双 一只手套 一双手套 一双手套 一双手套有两只 一双手套有两只 有的运动员戴着手套 手套 小为便 一双手套 双手套 你做饭的时候,为什么要戴手套? 你做饭的时候,为什么要戴手套? 套 套 套也是一个量词。 一套衣服 一套运动服 一套房子 一套房子 一套书 一套书 双 双 双是量词。 我们可以说一双手套。 还可以说一双眼睛。 一双眼睛 一双儿女 一双儿女 但是我们不能说一双剪刀。 剪刀的量词是什么? 一把剪刀。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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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鞋 鞋子 鞋和鞋子的意思一样。 鞋子 鞋子 鞋子上 鞋子里 鞋子 鞋子里 一只鞋子 一只鞋子 一双鞋子 一双鞋子 鞋子有两只。 一双鞋子有两只。 这双运动鞋 舒服 是舒服 可是太旧了 我再买双新的吧。 这双运动鞋 舒服 是舒服 可是太旧了 我再买双新的吧。 裤子 裤子 运动裤 运动裤 一条裤子 一条裤子 在汉语里 我们要说一条裤子 一条裤子 不能说一双裤子 裤子 裤子的量词是条 因为裤子是长的 所以我们用条 这是汉语的习惯。 这条裤子太长了 我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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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裤子太长了 我不要了 这条裤子 goats 裤子太长了 我不要了 我有一条裤子 衬衫 在中文里,衬衫是这样 这样 或者这样 But it's not a polo shirt. 一件衬衫 一件衬衫 那件黑色的衬衫我穿过几次 那件黑色的衬衫我穿过几次 这周末我们班有一个唱歌比赛 每个人都要穿白衬衫黑裤子 这周末我们班有一个唱歌比赛 每个人都要穿白衬衫黑裤子 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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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裙子 一条裙子 红裙子 红裙子 裙子 裙子上 裙子上 运动的时候穿裙子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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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裙子是爷爷奶奶送给我的礼物 这条裙子 这条裙子是爷爷奶奶送给我的礼物 等天气热了 我要穿着这条裙子跟你出去玩 等天气热了 我要穿着这条裙子跟你出去玩 戴 So that's all for this lesson Don't forget to do the writing sheets, quizzes, and practice tasks on our website lesson page And whenever you're ready, move on to the next lesson Don't forget to sign up on our website and get more learning materials And please subscribe, like, comment, and share Thanks a lot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再见